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开盘之前 他们已经就一项挽救困难重重的金融服务业的方案 达成了临时性共识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星期六五月过后不久表示 这项共识在正式敲定之前 必须先落实在书面上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李德说 他们希望在星期天稍晚宣布救市法案 众议院的表决最早在星期一就可以进行 救市方案预计包括对那些从救市计划受益的公司主管的酬薪限制 以及政府尽力保护房主不失去他们的房产 政府还可能接受救助公司的股份 以便让纳税人在被救公司恢复元气之后能够获得收益 另外才加入新首相麻生太郎的内阁四天之后 日本的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宾在星期天提出辞职 中山成宾的辞职给星期三才刚刚上任的麻生内阁带来极其难堪的开头 在辞职之前中山成宾星期六称 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是日本教育体制的癌症 并且誓言解散该组织 上个星期中山成宾对于自己发表的日本是单一民族的言论而表示道歉 这一说法引发日本爱奴族原住民的抗议 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歧视 在星期五麻生太郎的内阁在几项媒体民调当中 都没有能够达到50%的支持率 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媒体表示 麻生太郎可能最快在下个月就提早举行选举 在野党目前控制着权力很大的国会上院 能够阻挡日本法案的通过 另外在中国国内中国的神州七号太空飞船 在完成了包括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的使命之后返回地球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天说 航天员据说健康状况良好 星期六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完成了历史性的太空行走 使得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实现太空行走的国家 翟志刚15分钟的太空行走 由装设在太空飞船外的摄像机设置下来 并且向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观众进行实况广播 翟志刚还向在中国与国外的观众表示问候 并且挥舞他的同行队员刘伯明递给他的中国国旗 另外中国北京市政府表示 政府将对首都交通实行永久性的管制 以改进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交通状况 按照星期六公布的计划 30%的政府车辆将被存封 而其他的车辆将根据他们的车牌 号码的尾数每个星期五个工作日里有一天停时 救护车救火车还有警车不在限制范围 而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其他的公共服务车辆也不受这个限制 限制规定在周末暂时取消 而北京市当局说新的规定将从10月11号开始正式实行半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制定新的欧洲安全条约 他表示现存的安全机制没有经受住格鲁吉亚危机的考验 拉夫罗夫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说 8月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围绕格鲁吉亚两个争取独立地区的冲突表示 有必要制定新的机制为所有的国家提供同等的安全 另外北韩副外相朴吉渊对与会代表说 平壤已经兑现了在北韩核项目六方会谈上的承诺 朴吉渊说华盛顿没有兑现将北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除名的承诺 华盛顿则说一旦平壤同意接受一个核实北韩非核化项目的计划 华盛顿就将会从把北韩从这个名单上除名 另外强劲的台风在星期天横扫了台湾 再来强风暴雨 强力台风是台湾今年第四号台风 于今天下午在台湾的东北部登陆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红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9月2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要跟请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帮我们处理一下 就是目前的波音间有很严重的回溯的问题 请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海峡论坛呢 要跟大家讨论的呢 是关于这个中国大陆最近所闹出的这个毒奶粉的问题啊 不仅是严重的影响的两岸的这个关系啊 那么更特别是呃 它让这个全世界的食品安全都为之震动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奶粉呢 是销售到全世界去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毒奶粉的问题呢 也让全世界再度的重视了由中国所制造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从毒奶粉事件来看整个中国 它的食品安全质量的管理问题 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 那么究竟这波有毒奶粉的危机 曝露出哪些中国大陆内部的严重问题 而在台湾这方面又如何考验马英九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当然还有对于接下来的两岸会谈以及互动 接下来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